光复乡确诊者接触家人今天在天一人确诊 疫调足迹重叠性高 乡公所也再度进行传统市场消毒工作之外 县长一早也专程到场 逐一对每个摊贩业者进行防疫宣导 也呼吁民众非必要尽量减少外出 光复乡今天在天一人确诊案例 县长许正卫在乡长林清水的陪同下 亲自到传统市场展开防疫宣导 请大家务必戴上口罩 请洗手 非必要就尽量避免外出 乡内出现三例确诊 乡亲民众防疫也跟着升级 原本是人潮高峰期的传统市场 人潮买气直直落 不少摊贩业者当面向县长大吐苦水 面对乡内疫情升温 乡公所防疫措施也跟着提高 从22号起不间断的环境清洁消毒之外 也透过了各村村长部落自动发起进行防疫宣导 乡公所也在两天之内赶制20张的双鱼防疫宣导布条 提醒部落族人社区长辈确实遵守防疫 这种我们知道光有确诊之后 所以我们就强力来消毒了 但目前我们确诊者走过所有足迹 我们到今天已经第六次来消毒了 我们各村的村长用心了 他们自己就带领了村民也是做过消毒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用我们的垃圾车来广播 那今天县长也一大早很用心的来跟我们打气 到本地市长跟街道这边 希望大家一起做好防疫的工作 截至目前为止花莲累积六个确诊案例 而其中光复箱就占了一半 厂公所绷紧神经丝毫不敢大意 今天挂上了双语防疫不调 举着防疫标语牌 陪同县长加强防疫宣导 共同落实防疫工作 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